大家好 这样一份火腿香菇花雕鸡 装上桌,这分钟就被抢光 鸡肉鲜饮不柴,鲜嫩有多汁 操作方法简单,一圈三连求个关注 首先准备一份丰收日 四方火腿香菇花雕鸡 打开包装 里面有香菇,有肉片,姜片 鸡油,料汁,一份花椒鸡 真空包装的,非常的干净卫生 用剪刀把口剪开 放到案板上,再改刀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 切好之后,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盘子 放入我们切好的莲果片 把它铺均匀 这个蔬菜自己喜欢吃什么,又放什么 再放入几片 我家拍子爱吃的山药片 切好的花椒鸡放到上面 开始倒入鸡油 鸡油 鸡油 上面放入磨彩 姜片去腥腥增香 香菇 下面准备一个蒸锅 锅中加水把它端进来 盖上盖子上汽即时蒸25分钟 净能美食出锅 时间到了打开盖子 哇 满屋子飘香呀 取出来的时候,千万不要烫吧 想办法把它出锅 先放到案板上 上面撒出几粒迷你的小葱花点缀 放上桌一家人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一道非常好吃的 私房火腿香菇花雕鸡制作而成 我馋的口水之流 先来替大家尝一下 哇 鸡肉鲜而不柴 嫩爽多汁 肉质鲜嫩飘香 加上花雕的浓香和鸡的清香 巧妙结合 回味又长 里面的火腿鲜美 香菇清香 再加上我们放的莲藕和山药 营养又丰富 可以用来送亲朋好友 超级有便哦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做给家人尝尝吧 让你吃一次就念念不忘 做法简单又美味 老少建议 好了 今天的美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感觉我做的不错 请点赞收藏 转发评论支持一下吧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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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